三年完成 三年把什么东西都放下 除念佛之外 早晚哭念一遍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叫咋根呢 这三年下来说根深蒂固 你念佛能不能往生 肯定往生 为什么 你确确实实是经典上所说的 那个标准 善男子善女 你真做到了 真是善男子善女 这四门东西三年完成 要不从这上做呢 那你就不能咋根 你要想把以死的心 再把它复苏起来 那不容易啊 有了根 然后无论是儒是道是是是是是是佛 或者是其他宗教 你有一种信仰 你能够在一部经典上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是你 你会开悟 为什么呢 一门深入 这是持戒 常识寻修 你是在修定 有个五年六年 你得定了 七年八年 你开悟了 这业务啊 问题解决了 业务通了 所有章缘没有了 全通了 然后 你要想 布兰群经 可以 任何典籍 你得要看一遍 意思全部通达 慧能大师 大家知道 没念过书的 不认识字 他开悟了 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 讲的一切经 一念给他听 他讲给你 这真理 不是讲的 为什么 通了 不但佛法通了 世间法都通了 儒家的典籍 道家的典籍 你像在秦教 他没有四号障碍 为什么呢 恢复到清净心 恢复到平等心 那清净平等里头 哪有障碍呢 我这样给主书说 这个时间 十三年 三年咋根 十年 不能有大物 也有小物 那小物就不得了 就非常管用了 不想不走这条路 无路可走 这条路只有在中国有 在外国找不到 中国人 确实 得天独厚 古身先行 很多 身为中国人 多么幸运 我们把祖宗东西丢掉 罪人 那么是这里 给我们一个提示 在无可设法当中 不妨特为设法 我在找你 二十几岁的时候 清净方东北先生 那个时候 我困难到基督 仅仅能维持自己身保 温饱 一无所有 老师的怜悯 不要收收费 跟他学习 当时他就告诉我 卫星 那个时候还没有卫星 黑白电视 这是电视 媒体 不能侵蚀 这个东西将来对社会 会产生 极大的影响 可以拯救社会 也可以毁灭社会 他就提醒我 将来讲经教训 不要忘记这个工具 那个时候 我们是过往停止 为什么 衡量自己 哪有这种力量 没有这种彩力 没有这个缘分 听听 听听而已 三年前 我在马来西亚 讲经 前首相 马哈地 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现在 科技进步了 他给我讲 晶体 小小的一片 晶体 像指甲 这么大 里面可以含藏 大量的资讯 这是这个东西 可以毁灭世界 也能拯救世界 看人怎么用法 用在自私之力上 世界就毁灭了 用在利益众生上 那你就拯救世界